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我是陳昊 今天我們帶來是齊爾 打野的一個實戰解說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的輔助會 是這個好久不見的機器人 他是一個路人甲魚餅丁的路人丁把 我們這邊的話呢 前期我是想要做一個標準套路 一個陳昊士的昊士打野起手的SOP 吃藍反紅 那我隊友也去那邊Standby好了 但是看到中路 哎呀,中路的龍馬已經還有一隻美娜 在比較偏上方的地方 那這樣的話呢,對方可能就會去守紅 所以這邊看到的話,我們就回心轉移吧 一個三星兩翼的實況主 對,我們就建議施牽 啊,不要了,就不要了 那個紅我們就不要去反了 而且我們的機器人也去幫我顧紅了 所以呢,對方應該也是沒什麼在看我的影片啦 那這個沒有怪翻我的紅BUFF 不過對方美娜靠過來了 這美娜好像對我的BUFF有點中野啊 來,是不是有點中野我的紅BUFF 那我們這邊有制裁啊 所以不用怕說會被對方拿掉 跟最後一下制裁掉 好,帶掉之後呢 趕快把野怪給拿掉 然後我們來到四等之後會比較好打 因為齊爾是一隻這個 有沒有四等來講是蠻有差距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最沒差距的打野就是井喔 他不管三等或四等 其實三等也還是有殺人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齊爾更狂 因為齊爾就是一個直接無敵BUFF BUFF就這樣直接開下去喔 完全沒有在跟你演的喔 那上路那邊呢,我們隊友呢 是很不幸的就這麼的送命了 那這邊看到古龍已經重生了 而且我也不小心往上靠 所以這時候我們再去 魔龍那邊做蹲點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遲 所以 我直接就跟隊友說 好我們就 就是摳過來這樣 直接想要來 爭奪這個古龍喔 就是不要讓對方有吃完古龍的機會 然後又 直接奔下來吃魔龍 我覺得這樣會非常非常的虧喔 那可以看到對方應該是 在魔龍那邊聚集了一波 我這邊稍微的把這野怪帶掉之後 發現 古龍好像被拿走了 那我的這個鬼技呢 又失敗了 因爲我們剛剛在上路那邊 我本來是想做個防守就好 沒有想打 因爲 我們的人直接掃掉一隻喔 直接不去一隻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對,我就想說不要浪費時間 我這個人生討厭要浪費時間的喔 所以我就選擇再去 可以看到我們的勇應該是 一個GG 居然還可以收掉一個井一換一啦 還是不錯啦 好不錯不錯 這個我們的勇呢 是不錯的 那剛剛是一個 嗯對 麥克風的技術的15 技術型15 好那這邊的話呢 下路 是一個1換1喔 然後隊友們在中路那邊 又被抓一波喔 這麼一來的話 我們的吃魔龍的這個計畫 就 有點難 難行程喔 就有點泡湯啦 那不過沒關係 對方也被打殘了 所以他們想要吃 魔龍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我們就躲在這個草叢 我們做一波輸出就好 看到這個殘血直接大招 哇 剛好被美娜給抓到了 那我這邊必須要殺你這個狐狸 哇哇哇哇哇 我也是死啦 這邊的話有點太 對有點太激動了 太激動了 太激動了兄弟 不用那麼激動好不好 我們甭 甭激動 剛剛這有點太平了 好這邊來做一個蹲點喔 這個美娜一定不知道自己 危機是福啊 來大招開 沒關係我等你 我直接等你啊 我們圖倫直接收頭 這邊看到這個景 本來想抓對方法師 但這個景更可口 大招開起來 內想走開 直接帶掉 這邊我們成功收下兩顆人頭之後 看到瑟菲斯去找我們蛹的麻煩 而且瑟菲斯身上有紅BUFF 我覺得蛹應該打不贏 但中路那邊又是一波施殺 所以我們再去的話也就於事無補啦 這個勇的走位我也是 敬帶啦 那這邊又看起來的話呢 嗯嗯嗯嗯 就沒辦法啦 對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隊友都死掉了 如果我們再去做一些太冒險動作 完全沒視野的話 很容易我們也直接被抓掉 喔這邊的話隊友升七七了 有人升七七想投降 七噗噗 升七七 那這邊你看呢 欸對不對 這個大家開始吵架了 那我們身為呢這個優質的實況主 大家吵架就 好吧就這樣吧 一吵馬上就崩掉一座塔啦 崩下卡拉卡 愛吵沒關係 啊大家愛吵 我們呢就是在隊友的吵雜聲當中呢 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啊 把這場比賽給打好 趕快個制裁帶掉 這個美娜 把我的藍BUFF再勾走後我就QQ了 那這一場呢是一個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一個隊友 有點吵架然後又是一個逆風開局 4比11的逆風開局 恩恩恩恩恩恩 對 逆風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怎麼樣呢 欸我們身為這個 還是要有點料的好不好 我們專門打逆風 好這逆風就交給我們來凱瑞就好 哇靠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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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邊想用這個 腳頭呼啊 像是雞娘 cesi 腳頭呼聲嘛 他們在刺摩龍 所以我連靠近都不想靠近阿 然後我們的輔助 對 是一個機器人 其實機器人蠻空的 就是他能夠掌握出機器人精水 空好空滿的話 我覺得對方也會覺得很煩哪 恩 沒錯 絕對是這樣 那我有一個料想到 對方可能會往上移動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這裡做一個蹲點 那我們機器人去開了一下古龙 發現中路完蛋了 有隻錦在那邊 這個塔呢可能危險了好不好 危險啦兄弟 這樣太危險 欸這個錦我們直接抓過來 大招 喔喔喔 啊這個滾動 可惡 如果剛大招開下去 基本上這個錦應該也是GG史密達 但是我就是 心太軟 心太軟 我們這邊要拉一下 這邊要一個拉打 如果不拉打的話不行 那我們永在下路是成功的推掉了一座防禦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看到上路的話 這個機器人應該會被圍毆 不過我們的MAX也給上路的機器人一點視野囉 所以我們機器人成功的就跑掉了 那我們直接往這邊靠 我看到龍馬我們要怎麼樣呢 欸一定要抓後排 好這個錦 好死不死 我這一次絕對不會再放手 直接開大招收掉 那這個龍馬我們稍微繞到他背後 不要被他大招戳到 好那這成功的又再度的收掉兩隻神奇寶貝 啊不是 收掉兩顆人頭 收服兩隻神奇寶貝 那這一波又嗅到一股準備 反打的一股氣息了 是不是在準備被反打 我已經準備要好要反打你們啦 知道啊 雞不雞啊 這邊的話我們就用異技能做個poke 那靠瑟北斯 喔這瑟北斯的位置是跳得不錯 他有抓到我的這個位置喔 那由於我們隊友兩隻都在中路 然後我們這邊有點殘 不過還是想要偷偷摸摸的看能不能拿一下這個紅伯 紅伯 設備這個紅伯 但是有點晚有點晚 好沒關係我們先拉掉 因為對方 剛剛我已經疊到狐狸兩層喔 所以我過去刷的話 一定可以再刷到他一下 然後拉掉或是直接開大招 但是對方剛剛後面人數 我實在是不敢攻圍喔 也是蠻嚇嚇的你知道嗎 所以就爽說算很拉掉 好這邊看到隊友圖倫好像遇到瑟斐斯 這一段戀情應該是補不出什麼樣的火花啦 那我們的機器人在樓上喔 那遇到了這個龍馬之後 我覺得OK這邊是一個四打四 其實如果我們MAX去做分推的話 我會比較 呃 就是 我會比較安心啦 因為他可以快速支援喔 那這邊靠機器人還在上路跟龍馬做爭鬥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可以放心的再往前推進 那我們隊友呢 直接把對方打到殘血 我覺得龍馬可能會經過這裡 稍微在這裡看一下 結果呢 欸龍馬在上路 我們直接先往龍馬這邊靠 收到龍馬之後很有機會可以吃掉凱撒一波 因為對方就直接一個少打多嘛 那這龍馬呢 基本上 你就去蘇州 賣這個黑糖糕吧 不不 好 很開心認識你 不不 那我們這裡還有勇 勇也到極了 那我們吃這個凱撒呢 基本上應該可以很快啦 但是有點危險就是說 這個對方呢 嘿 怎麼樣呢 嘿 完全沒事也啦 齁 所以他如果殺怪啦 嘿 我可是會直接GG的 喔 他們選擇去鏡像的去開魔龍 那這樣的話呢 虧損的還是很大 我跟他凱撒跟魔龍比起來還是很大 那我們隊友呢 完全沒有等一下說我這個魔量 或是這個 減CD的這個時間是 沒有說很多啊 所以我剛剛就 嗯 對我沒意識到 再往中路那邊靠 我蠻擔心的喔 而且我們這個 麥克斯剛剛也不是說 跟我們的靠很近 因為我覺得吃完凱撒之後 盡量我們就走一起 然後一波可以直接打出一個突破口 那Max在上路遇到龍馬 這是我熱見的 因為龍馬的劍速度 絕對沒有比這個 Max還要快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躲在這裡 欸 上路那個 上路那個 直接變成了一波 二打一喔 那這個兩個人欺負一個人啊 吶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陳赫體統啊 對啊 這邊這個塔 他們基本上是不能守的 因為守的話 就直接會 會直接死去喔 那 這個高地塔呢 由於少掉一隻美娜 所以我們可以打得精進一點 只要注意一下 對方瑟伯斯的大招的位置 不要讓他有機會抓到我們 那這邊塔爆了之後 往前進一個大招 但是大招距離不夠深啊 不夠長 這一個一箭又撲又撲空了 那龍馬在我們隊友的這個 瘋狂進攻之下 是直接葛皮 這人設備是稍微的 往左邊移動一下 再拉回來 那他想跳我 但是沒跳到我 直接果斷大招開起來 收掉對方的力量之後 現在基本上 沒有人可以擋得住 我們這一波進攻喔 因為那怎麼樣呢 呃 我們是 非常非常狂的 呵 這技能又蒸發啦 梅娜最後用 最後一口氣 拼死拼搏了 就是把我給狗主 但這座防禦塔呢 很抱歉 I'm sorry 直接把你們打了一個 蹦下卡塔卡 好不好 嗯 這場比賽呢 打的是這個 對 也是有點膽戰心驚啦 前面有點稍微 小抖小抖一下 不過呢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 對 就是最後呢 是一個很圓滿的 逆轉勝的一個 漂亮的結局啦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下我的YouTube平台 可以帶我的Facebook 幫我按讚 那還有我的IG 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麼我會經常的更新我的一個 對